1944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后期,但此刻的美国上空却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景象。 人们不断在西海岸的上空发现漂浮的乳白色气球,没有人知道它们曾经来,也看不出它们要飞向何方。 更奇怪的是,这些气球所到之处都会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响,并在美国西海岸的森林引起火灾。 随后,这些气球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谁都解释不了眼前的这一切。 11月4日,一艘美国海军巡逻艇发现海面上漂浮着一大块类似破布的东西。 水兵们在拖拽这个可疑物体时,其内部一颗类似炸弹的物体突然坠落,而炸弹封套上的日军标记却揭开了这次恐怖袭击的惊天秘密。 原来,早在1944年夏天,日本连连战伴陷入了一室,接替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的小级国照,为了扭转形势,采纳了气象学家荒川秀郡的建议。 将挂载炸弹的气球送上天空,利用太平洋的西风带这一天然空中走廊,将气球随风飘洋过海,直接轰炸美国本土。 而这就是二战后期日本极富想象力,也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奇特的突袭,飞向行动。 二战的末期日本曾经采用这么一招,说是用热气球绑着这个炸弹,然后呢让它顺着这个气风飘到美国本土去爆炸。 这招呢听起来挺匪夷所思的,在整个战争史上也只有日本人用过。 日本人怎么就能想出这样的招数? 作为日本这种东西来讲的话,这种气球炸弹来讲的话,它也是最后富于顽抗,没有办法了。 我客观的毫不瘾,毫不客气的说,日本在这种武器装备的研发比纳粹德国要差远了,它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制导武器。 按理来说,气球炸弹它应该是属于制导武器,但是它是采用了最原始的制导的方式, 来想让一个炸弹通过自己的一种其他的方式把它送到美国的本土。 它这里面更多的靠什么? 它只希望,就是比如我的联合舰队,我的临时战机,我有手头上的这些武器装备,就能够对美国进行克敌制胜的一种打击。 只能够靠这种非对称的,搞一些杀手锏的尖端的武器,才能够让我在战场上扭转我的颓势,或者说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们能感觉得出来,日本心很大,但力很小,想占领太平洋可以说是痴心妄想。 刚才我们说到,日本是没办法的办法,才用了这样的热气球攻击的手段。 那么当时的战争,究竟处于怎样的态势呢?我们了解一下。 1942年4月18日清晨,日本东京突然被飞机的轰鸣声所辱罩。 16架美军B-25米切尔式中型轰炸机呼啸而至。 炸弹从天而降,东京顿时一片狼藉。 直到轰炸结束,日本人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军基地距离日本有数千公里制药,美军不可能有轰炸机能够飞抵日本本土实施突袭。 但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为了抱偷袭珍珠港的一箭之仇,美军竟然用航母搭载B-25中型轰炸机开至日本外海附近。 由于航母飞行甲板的长度相对较短,轰炸机在上面起飞危险极大,稍有不慎便会击毁人亡。 虽然这一次美国人缔造了这样一个传奇,但这样的计划确实也是美军的无奈之躯。 首都遭袭,日军陷入了被动,但按照美国人的方式如法炮制,他们又根本做不到。 为了达到袭击美国本土的目的,日本气象学家荒川秀骏于1942年设计出气球炸弹。 但由于气球炸弹的稳定性较差,所以一直没有被大规模运用,直到1944年, 日本全面陷入颓势之后,才不得已拿出这一命武器。 其实我们说起来,在这种东京也好,美国本土也好,都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军事目标要叫你去袭击。 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发起这种对于本土的攻击呢?出于什么目的? 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叫恐怖袭击。 恐怖袭击针对的是谁?是老百姓。 通过老百姓来影响士气。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考虑。 那么你说像这种热气球,从现在一个时髦的话来讲,或者说专业术语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打的是软目标,是面目标。 比如我跑的热气球飞了一万五千公里之外,跑的你美国的西海岸, 那你能炸到一个什么具体的目标吗?你是炸不到的。 但是可能会伤及一些老百姓,可能会伤及一些民居。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会对老百姓造成一种恐慌感。 我天天一睁开眼睛抬起头来看,一个白色的魔鬼飞过来,我心里是什么感觉? 我会觉得美国政府怎么这么保护我们不利呢? 是不是日本军队已经打过来了,所以才会让这些热气球能够这么样肆无忌惮的在我们天上飞来飞去的话? 这对美国的老百姓来讲的话,他的心里威慑是非常的大的。 换句话来讲,叫恍恍不可终日。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老百姓必然会动摇美国政府的目的。 美国政府的这种作战的这种决心,这也是日本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通过老百姓的这种不安来撼动美国政府来跟日本决战的一种决心。 包括你像德国,德国其实他也干的这件事。 他的V-2导弹在打的时候,他选了三个时机。 第一,上班时间打V-2导弹。 中午上下班吃饭的时候,我打V-2导弹。 下午六点之后,我照样打V-2导弹。 这给人感觉什么呢? 我通过这种心理威慑,你伦敦现在正是最繁忙的时候,我V-2导弹从天而降。 对老百姓的心理威慑是非常的大。 换句话来讲的话,他还有一个意思在哪? 就是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你的军工产业,对你的国民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失。 如果大家总是担心有导弹打过来的话,这个班我还上不上了? 这是最核心的一点。 那么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这里面还担心一点什么呢? 你现在只是送过来的是一些TNT炸药,没关系。 如果你哪天送过来的是生物武器,化学武器。 而且这些武器的话,你给它扔到河里,扔到附近的沿海,或者扔到某一个居民区里面的话,它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就不是死一个两个的问题。 日本所希望看到的是这种结果。 那么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日本发动了这次气球炸弹袭击。 他们能够如愿以偿吗? 确定了计划的可行性之后,日本军方动用了上百万的工人,甚至是中学的学生,投入了气球炸弹的生产制作中。 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有约一万个气球炸弹被生产出来。 1944年8月1日,在日本四国岛东部海滨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里,几百只乳白色的大气球携带着一束束炸弹栩栩升起。 到达高空后,气球受气流推动,岳阳跨海向东飞去。 然而,由于设计上存在问题,这些气球没有一个成功抵达美国本土,纷纷跌入广阔的太平洋。 发现问题的日本人对气球进行了改进。 这一次,他们确信,自己的秘密武器将会给对手带来致命的威胁。 1944年11月1日,在日本千叶,辞城,福岛各线发射场的指挥官接到向北美进攻的名领。 刹那间,成百上千的乳白色气球飞入空中,一场剑指北美大陆的大规模空袭拉开了回眸。 1944年11月1日,日本飞向行动的大规模攻势正式开始。 数千个满载炸弹的气球随着太平洋上空的季风飞向美国本土。 空袭初期,美国人被莫名其妙的轰炸搞得晕头涮下,虽然很快查明了空袭的凶手,但迟迟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方式。 美国西部地区陆续传出发现不明漂浮物的消息。 美国西海岸的森林不断燃起大火,伤亡的消息一个接一个。 西部的居民似乎面临着世界末日。 一些人走路坐车,总不忘朝天张望,即使是一只鸟,一架飞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炸弹。 恐怖的气氛席卷了美国西部,在前线战场捷报频频的时候,美国本土却经历着一场空闲的危机。 这种看起来荒唐的武器竟然一出手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美国人甚至都不知道到底谁打自己的。 我们也出于好奇,这种气球炸弹它的这种原理究竟是什么? 它怎么知道,到了美国,这炸弹就能炸的。 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把两种武器结合起来,它既是气象武器,又是一种简易的精确制导武器。 它就得考虑,我把我的气球要放在这个飞风带,让它自动的就飘到美国的本土,这就解决了一个动力的问题。 还有一点,它是一个制导武器,怎么制导? 刚才我们提出来,它这个飞风带主要是在九千米到一万一千米之间。 那么我就必须要控制我这个气球在这个之间进行飞行。 如果它掉下来了,非常简单,怎么办? 我扔沙袋,我只要把沙袋扔了,它上面装的氢气,它是个氢气球。 它这个氢气就能够把它往上继续推一点,这是最主要的。 但是如果它要飞得高于一万一千米之上的话,那么我怎么办? 我得想办法把我的氢气球里面的氢气放一点,它就自然而然生力就少点,就掉下来了。 你看,解决了动力,解决了高度,下面要解决的是什么? 要解决是什么时候落下来,它总不能围着地球绕一圈,最后又炸了东京,都不合适。 所以它要解决一个时间的问题,它会在上面装一个闹钟,我们简单的认为它装一个闹钟,这个闹钟的话,比如它定时,一百公里,那么我从东京飞到美国的西海岸,大概是需要几天,是十天还是半个月,它就会设一个计时器。 这个计时器到了15天的时候,或者到了10天的时候,它就会把氢气放掉,氢气放掉之后,自然落下来了。 所以它是通过由气象提供动力,由自己的简易装置提供高度,再由这种时间闹钟,来提供一个最终的降落的地点,最后实现了一个简易的指导,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因。 说起来其实也挺有点意思,这种创想,但是美国的本土就这样莫名其妙的遭受到了军事打击,那么面对这种飞来的狠祸,美国方面该如何应对呢? 面对日军诡异的袭击,美国一时间手足无措,上千个气球炸弹在美国上空肆虐,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美国飞行员发现可以利用飞机飞行产生的气流改变气球的飞行方向,才将损失逐渐降了下来。 然而,气球炸弹带来的威胁依然没有消失。 1944年11月4日,美国旧金山晚报首次发布了关于不明漂浮物的报道,最后,先后几家美国主流媒体军队气球炸弹展开了报道。 然而奇怪的是,美国政府却立即阻止了媒体的做法,禁止全美一切新闻媒介刊载有关气球炸弹的消息。 无论是炸弹爆炸造成的伤亡损失,还是发现捕获炸弹的报道都在禁止之力。 而更为奇怪的是,在美国媒体的目光从气球炸弹上离开的几个月后,漂浮在美国上空的气球居然大幅减少了。 原来,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并非为了降低国内的恐慌,而是应对日本气球袭击的一个手段。 由于当时的无线电技术并不发达,日本将气球放出后便很难知道结果。 他们只能通过美国的媒体得知飞向行动的攻击效果。 然而,随着美国媒体的声音戛然而止,日本对前方发声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 就连气球炸弹的设计者,荒川秀俊也对这一计划逐渐失去了信心。 美国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应对的办法,但是始终收效不大,到最后不得已跟日本玩起了心理战。 那么我们说,从这种对气球的这种处理办法上面,是不是真的就是束手无策? 没有办法。 我觉得办法应该还是不少,只是说美国它自己采取了多种方式。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是轻气球,不是热气球。 轻气球肯定大家在做物理实验的时候一点就着。 对。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种方式的话,那就是比较被动的了。 你像荒川,他搞出这么样一个气象武器,气象气球的话,他得考虑这些气球究竟发挥的效果有多大? 是不是达到了我原有的心理震慑的目的? 他就得通过美国的媒体不断地暴露,今天在我们的西海岸降落了100个气球,明天降落了200个气球,造成了我多大多大的伤亡。 他只要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他肯定高兴。 他哪怕到军部去申请经费的时候,在搞下一批的时候,他也有说法,我起到了作用。 而不是说我这扔了这么多的气球都掉到太平洋里了,没有做到这一点。 他就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希望的。 那么美国怎么办? 那我就要把你这个信息的获取的渠道管道给你掐断。 换句话来讲的话,我要把你这个网络通道给你掐断,让你最后不知道这些气球最后去哪了。 那么日本呢,实际上他也有对策。 既然你把我这个信息渠道掐断的话,你至少你自己的媒体不报道的话,我想办法在美国还有大量的日本的侨民,通过他们给我获取一手的资料。 但是他忘了一点,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的大量的侨民被美国给监控起来了,当成日本的间谍。 为什么? 在二战期间,罗斯福在轰炸珍珠港之后说了一句,日本民族是我见过的最卑鄙无耻的民族。 所以这一句话,我相信对在美国的日本侨民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都会当成是日本的间谍被抓起来,至少我会监控你。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还有可能发出发布这样的信息吗?给日本吗?不可能了。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美国忍痛在玩心理战,打掉牙往自己肚子里咽。 但是日本也中了美国的计,开始考虑是否放弃气球炸弹的进攻。 那么双方后来的较量又如何呢? 1945年春,美国西部森林区进入火灾危险期。 美国政府忧心忡忡,唯恐一场不及防范的森林大火造成惨重损失。 但是4月末,乳白色魔鬼却突然间消失了。 这场罕见的空战也莫名其妙地结束了。 美国人带着万分的庆幸等到了日本投降。 1946年东京审判开始之后,飞巷行动的主要策划者黄川秀俊也成为了主要的受审者。 从他的供词中得知,日本大本营4月末下达了停止作战的命令。 他们的判断是,从美国媒体的反应可以看出,气球炸弹并未收到明显的效果。 军部甚至怀疑有没有气球炸弹飞到美国。 再继续下去,只能对已经极端紧张的战争资源造成巨大浪费。 在这场罕见的空战,袭击战和核心理战之中,美国人是笑到了最后。 日本也没有因为前面放的一批气球炸弹而挽回败局。 但是我们整个回顾这样的一个计划,您是如何评价这次袭击? 从这次袭击本身来看的话,日本确实是在富裕顽抗。 当然从它这个创意来看的话,它实际上还是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这也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创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一个特点。 但从事实上来看的话,日本实际上它在整个战争开发的过程中,它缺少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 所以你像它在后面发展了一些武器装备,希望能够对美国给予一定的震慑。 实际上最后都是一个短命的。 包括除了咱们这个奇修炸弹之外的话,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神风赶死队。 神风赶死队实际上是什么? 是人控炸弹。 它把一些日本的战机给它简化功能。 可能这个战机只能够起飞,不能够降落。 可能有些功能全都给它简化了。 怎么办?对美国在某些地方的军舰进行自杀式的攻击。 据统计当时日本的神风赶死队一共发动了将近2550起神风赶死队的自杀式攻击。 所以从这些角度我们能感觉得出来,日本到了最后已经是最后的疯狂了。 在疯狂的这种状态下或者心理的屈指之下,它什么样的武器它都能够去考虑,去给它拿出来。 但是搞精确指导武器需要时间,需要代价,需要金钱,它做不到。 它只能用人来替代精确指导去搞一些自杀性的东西。 包括它的航母潜艇也是自杀性的武器。 包括神风赶死队,这都是自杀性的武器。 这表明什么?日本实际上它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不仅仅对邻国,对中国,对东南亚,对韩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对日本的老百姓造成的危害也极其之大。 所以还是要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千万不能复活,你危害的不仅仅是其他国家的人,对你自己的老百姓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极大的灾难。 从气球炸弹到神风赶死队,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无疑给全世界带来了一场灾难。 经过了二战的洗礼,希望日本能够总结教训,冷静地分析问题,诚实地对待现实,让军国主义永远沉默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